在飞行时,为什么预二有时会出现云台低头的情况呢? 这主要与飞行器当前的姿态角度有关。 当飞行器机头前倾角度过大时,为了防止撞上上方线位,云台就会自动触发保护机制并向下倾斜。 通过下面这四种场景演示,你会更容易理解。 当飞行器逆风向前飞行时,为了抵抗风力的影响,飞行器就需要增大自身的姿态角度。 在这种情况下,云台就容易撞到上方线位,进而触发自动保护。 如果想要避免云台低头,在逆风飞行时,你可以适当把云台向下倾斜来避免撞线位,或者放慢飞行速度保持飞行姿态平缓。 当飞行器向前飞行时,飞行器会加大前倾姿态。 此时如果向上波动云台,当接近线位时,云台就会自动低头保护。 尤其是在S档运动模式下,飞行速度更快,飞行器姿态往往更大,此时向前飞更容易出现云台低头情况。 因此,在运动模式下前飞,建议适当调整云台角度向下。 除了高速前飞之外,飞行器倒飞刹车时也容易导致云台低头。 例如,当飞行器高速向后倒飞时突然松干,飞行器就会剧烈前倾来完成急刹车动作,这时也会容易出现云台低头现象。 在这种情况下,你可以通过缓慢松干的方式来逐渐减速直至悬停,避免急刹车导致云台低头。 以上就是云二云台低头情况的原因和处理方法。 如您遇到任何疑问,欢迎搜索大江服务微信公众号获取技术帮助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